国安立法在即 香港各界人士近律纷纷表示 坚决支持推动涉港国安安全立法 认为相关的立法能够维护香港社会繁荣稳定 保障一国两制行文志愿 香港教育大学校董会主席马石亨就表示 香港八家大学的主席招前发表声明 声明说我们支持国安法 因为国安法可以给我们繁荣安定 对大学发展是比较有利的 我们去年看到的事情 我们都不希望再发生 国安法是给香港起到安定稳定的作用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 警方会设立新部门执行港区国安法 新部门会由警务处处长更勉强领导 负责收集情报进行调查和训练人员 日后会考虑加入其他的居律部队的成员 李家超又指 无悔去年推动逃犯条例的修订 强调修理是为了公益 如果时官能够到回 人会推动修理 相对于维护香港稳定人士的做法 那些祸害香港的人的现在又是如何呢 一大汉奸李志英 很想CIA但被禁止出境 乱杆头目 益传媒和苹果绿报创办人李志英 应涉嫌三年前刑事恐吓一名记者 以及涉嫌组织和参与去年的8月至10月 商场未经批准的集结被起诉 案件压后期间 他获准保释 但被限制出境 5月22日李志英向高等法院法官李运腾 要求取消禁止他离开香港的命令 但遭到拒绝 李志英可能置之处境不妙 在接受台媒采访时 他疯狂地向臭名昭著的CIA表白 我很想CIA 我很想美国影响我们 我很想英国影响我们 我很想外国影响我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支援是我们唯一能够撑下去的理由 不过李志英等乱感分子的如意算盘要落空了 保卫香港运动主席傅政中目前表示 绝对地支持全国人大涉干议案 这样可以填补现在香港对于分裂国家 或者是勾结外国势力的法律真空 让执法者和法庭有实在的法律依据去检控和惩罚 不会让装走法律漏洞的乱感分子逍遥法外 很讨厌一些反对派议员经常地跑去外国战刷香港 叫美国制裁香港和中国 他们应该受到国家安全法的惩罚 二 港独组织头目陈家居 弃保离港 出逃荷兰 6月事例 本该是陈家居到警署报到的律制 但直至单旅深夜 警方发现陈家居并没有现身 之后被揭发其已经与势力沉着 荷兰皇家航空班机离港潜逃 前往荷兰 据知情者透露 自从5月传出了赶区国安立法的消息 及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决定后 陈家居曾多次的私下向邮人表示 担心自己会被捕 释出打听及大陆计划潜逃 更主动地向赵钱潜逃到台湾的同档查询 最终决定在6月初抛弃同伙 气暴掏离 目前包括荷兰在内的欧盟 或者是申请地区国家 因新冠肺炎疫情试採取了路径限制 只有13类人豁免路径限制 换言之 陈家居有可能获得至少一个豁免资格 相信当中 有人替他牵线策划 潜逃路线 陈家居2019年6月实例 因非法集结罪被捕 保释期间每周要到警署报道一次 但至少 6月4日陈家居没有按时地到警署报道 他也成为了既本土的民主前线 狂言打扬 李东深厚 又一个气宝潜逃的港独组织头目 上 破港分子李住民称 想逃很容易 涉港国安立法在即 不少反对派可谓是人心惶惶 破港市能班之一李住民6月7日称 自己如果要离开香港很容易 就算他现在没有外国护照 如果想停留在外国 他相信很多国家都肯收他 对此李住民吃言 由香港网民统批 卖国卖到关龙了 是香港回归祖国已有23年 作为曾经的殖民统治者的大英帝国 对这片中国土地 一无主权 二无治权 尚无监督权 香港的事轮不到英国指手画脚 但英国却装作 他对香港有什么折乱似的 还妄想着对中国主权肯加干涉 积极地配合美国 企图用这种手段来跟中国讨价还价 英国对香港的心态阴暗扭曲 时间一长就变成了间歇性的精神病 也就是说 中英关系在大多数的时间内是良好的 但英国每年总有那么几天 在香港问题上非常不舒服 这次又犯病了 6月11日英国政府发表了 最新一份香港问题半年报告 对香港事务说上道士 努力地寻找曾经的绿部落帝国的感觉 6月11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出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英方应该正视现实 忠重中国主权安全和统一 停止以任何的方式干预香港事务 外部势力越是对香港事务横加干涉 中方推进香港国安立法的决心 越是坚定不已 除了这份报告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还说 由中国中央政府 而非香港自身机构 直接实施国家安全立法 将与基本法第23条 和中国根据中英联合声明 所承担的义务直接冲突 中国能有时间考虑 忠重香港自治和自身的国际义务 华春莹对拉布讲话进行了汇集 由于内容较丰富 我这里节水了一段 有关立法决定公布后短短8天的时间里 就有近300万的赶人零属支持国安立法 近日来 一些知名的外资企业也纷纷表达支持 唯独一些外部势力跳得最高 他们急什么 他们害怕什么 无非就是担心 他们不能够像以前那样事无忌惮 为所欲为的利用香港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这恰恰再次证明 涉港国安立法 势在必行刻不笼晃 拉布唠来唠去 伪化的真实愿意 被化解直接点破 他们怕的不就是那些埋伏在香港的隐形人 可能被神之以法吗 急的不就是安插在香港各界的 乱赶势力失去生存环境吗 所以他要极力的配合美国去阻止赶区国安立法 中国既然已经下决心推进赶区国安立法 那么无论是哪个国家都不可能阻挡得了 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物 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 英国有着功夫还不如多操心操心自家的疫情 但英国就是这么乐心场 宁可不顾家里也要关心香港 香港问题半年报告每年间接性的发作两次 一般是在三月份和九月份 由英国外交部向议会递交并公开 这次把发作时间点选在六月份 一是疫情影响了会议的运作 二是针对赶区国安法的出台 原先报告名称叫 关于中英联合声明执行情况的半年报告 是一份临时性的报告 属于收尾工作的一部分 后来英国将报告名称一改 就变成了间接的干预香港事务的工具 英国的大臣议员随时可以对香港表达关切 外交委员会还可以邀请一些香港民党 来座谈开会 一个病人与病人探讨并请 香港问题半年报告每次都要明确说明 香港主权属于中国 并承认中国香港取得的成绩 但总是要硬彻彻的夹带失货恶心理 其实这种报告根本不应当存在 香港不愿你说好说坏 没有你英国什么事 反正如果中国每年每半年发布一份 北爱尔兰报告 并要求伦敦废除或者是终止 某部涉及北爱的法律 英国政府会如何 英国民众会如何 中国有这么做吗 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做 因为中国不需要用这种顺人不利己的手段 去刷存在感 读约感 香港问题半年报告 主要的功效还是在舆论上 但那些乱杆势力觉得自己还有人撑腰 脱欧之前 英国还绑架了欧盟跟他一起发声 现在德法不需要跟他保持表面上的一致了 接受因为有头指告洋传是另外一个国家 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 它的动机跟英国并不一样 英国虽然年年恶心冷 但他从不跟中国正面对抗 只是在彻底配合着美军主力 并给乱港分子们打打气 英国的报告里 总是充斥着人权自由民族的持续 但英国在香港问题上 佩谈这些吗 什么是无耻和伪善 拉布的脸不会红吗 英国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 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 甚至可以说 与中国合作 对脱欧后的英国并未发展至关系重大 而有的英国政客却还活在1900年的世界里 看不到时代发展方向 大英帝国绿薄西山不是偶然的 柯州求见是个笑话 认不清自己的位置更是种悲哀 英美怕也没用 急也没用 香港的未来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掌握 该打扫的总要打扫 该清理的总要清理 反之干净了 洋约有土约有 才不会有生存之地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